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跟大家讲讲另一个外族 就是蒙古 上一次我讲过匈奴 匈奴和蒙古你觉得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都是骑马 是的 都是骑马的民族 蒙古曾经建立过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 元朝 是的 元朝 或者当时讲的是蒙古帝国 因为其实它是分开几个不同的汉国 中间属于我们中国的部分就叫做元朝 整个蒙古之所以可以成功占据这么多地方 跟他们的民族当中的男人有三个技能很相关 你觉得是哪三个技能?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 骑马 骑马当然要 除了骑马之外 射箭 射箭 还有呢? 很强壮 很强壮 没错 那蒙古呢? 有个男儿三脊呢? 第一呢? 当然是骑马啦 因为他们是一个马上的民族来的嘛 所以要不断迁征 所以这个骑术是一定要征赞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射箭 那射箭呢? 当然他们为了狩猎 以及作为骑兵 就是我小时候玩这个AOC 世纪帝哥的时候 蒙古最出名的呢? 就是蒙古骑射 就是一路骑马一路射箭 所以射箭是很重要的 对于蒙古来说 那还有最后一个呢? 怎么可以显示出他的体格很强壮呢? 他们就是用冰胶 OK? 冰胶呢? 就是需要在草原上面格斗的时候呢? 就是短兵相接的时候呢? 如果摔膠强壮的话 可以摔低对方 那这个也是蒙古男子的一个必杀忌 那有了这三个忌两之后呢? 那究竟蒙古怎么可以建立这个帝国呢? 那整个蒙古之所以这么强大呢? 当然呢 就要讲这个蒙古帝国建立的第一人 就是 乘吉思汗 没错了 他原本呢 就叫做铁木真 那铁木真呢? 其实他的童年都挺悲惨的 他本身呢 他是身为一个贵族的家庭 但是呢 小时候的爸爸呢 就被仇人杀害 那所以呢 他和他妈呢 就要过着这个 顛辈流离的生活 就是避开一些 那些仇敌 那所以呢 令到他呢 小时候呢 就已经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长大 令到他的性格呢 就非常之光丽 也都处小果断 那所以呢 之后呢 说到他去 侵略的时候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但是同一时间呢 他也是建立了很伟大的工业 那其实呢 当时呢 他长大的过程 去到他18岁那一年呢 是他第一次参与战斗 那场战争是什么事呢 就是他本身要结婚了 那结婚呢 新婚之下呢 他的妻子呢 就被他的一个世仇呢 是被那个妙儿核的部落呢 捉走了 那捉走了之后呢 那他就当然呢 就联合其他另外两个部落呢 就一起去反攻啦 当然是为了要奪回他的妻子啦 那当然呢 在那场战争当中呢 是大胜而回的 那而大胜之后呢 除了他奪回他的妻子之外呢 更加呢 在这个蒙古的部落当中呢 建立了他的声望 那于是呢 很多离散的部落呢 都纷纷加入他的这个徽霞 那去到他 刚才说18岁之后呢 那去到29岁那一年呢 他就被推举为这个黑岩暴的黑汗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啦 那之后呢 那他就开始慢慢呢 将整个的蒙古草原上面的不同的部落呢 开始慢慢统一 去到呢 他42岁那一年呢 他终于呢 就将整个蒙古部落呢 统一 那当时呢 就是公元1204年 那当他统一了之后呢 那本身呢 一个游牧民族 要去佔领这么大的地方呢 他管治方式都很不一样啦 那所以呢 当他统一了蒙古部落之后呢 他就开始建立很多他们的规章制度 因为原本是 一个游牧民族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时候呢 其实他根本上就是 自己管理自己的团体而已 所以管理的人数啦 甚至乎他生畜的数目呢 都是很有限的 但当他要统一令这么大的部落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呢 就学习很多不同的制度了 那在1204年统一了部落之后呢 那到1206年呢 他就正式建国建立这个蒙古国 然后呢 他就封为呢 你刚才说的那个名字了 承吉斯汉 是的 没错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本身汉呢 就是解作他们的皇帝 那样解了 而承吉斯呢 在这个蒙古语里面呢 其实本身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思 有一些说法呢 就是说 是有这个大可一般那么伟大的意思 那这个我没有深究了 这个就真的不清楚了 那如果有网友知道的话 可以解释给我们听一下 那随此之外呢 他建国之后呢 就开始制定很多一些典章制度了 要去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就包括了呢 建立了一套呢 叫做千湖制 就是将所有的蒙古暴力的民众呢 全部分发去一些中亲 或者暴力游长手下 就是令到呢 好像他们整个民族呢 叫做逆军逆民 就是当不是打仗的时候 就是大家统领这个位置 但是当时打仗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去团结自己的部落 就是要负责的那些群众 于是这个呢 也是成为了他后来 就是在这个沙场上面 英勇杀敌 这个军力这么团结的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那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一些法制的法典 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蒙古国呢 就是一开始建立的这个秩序 那而当时蒙古 其实在今时今 就是内蒙古外蒙古的位置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当时 整个中国呢 其实在东北地区 或者在我们的北方的位置呢 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叫做金国 就是由女真族造成 那女真族其实是什么族呢 满族 是了没错 就是后来的满族 就是我们清朝建立的那个满清 就是这个女真族 那其实当时呢 在蒙古国建立之初呢 其实本身这个女真族呢 是经常都欺压这帮蒙古人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去到成吉思汗呢 即是建国之后呢 他就开始要想办法呢 就是怎么可以解除这个强定 那刚才说1206年建国了 那他大概呢 积累了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呢 就是1211年了 去到1213年的时候呢 去到1213年的时候呢 打到这个金国的当时的首都呢 就是中都 就是今时的北京呢 那当时的金国的皇帝呢 金宣忠呢 就求和啦 那求和就当然要送东西啦 送金银珠宝啦 马匹啦 丝绸啦 等等的东西呢 就要求不要再打下去了 那当时暂且就没有打到的 那过了第二年之后呢 这个金国呢 就将他的首都搬了来南下 搬到今时今日呢 开封的位置 河南 是啦 开封 没错 当时叫南京 但其实不是今时今日的南京 其实是今时今日的开封 那搬到开封之后呢 那他是久然残喘了呢 这个金国大概残喘了 大概残喘了20年左右 那去到1、2、3、4年呢 当时呢 就成一小汉已经过世了 就由他的儿子呢 倭阔台呢 就攻陷这个金国 那当时这个攻陷金国的过程呢 都跟我们的宋朝有一个关系 当时我们以宋朝来本位的中国历史呢 讲这段历史叫做联蒙灭金 那而金集讲蒙古啦 当然当时就叫做联宋灭金啦 那金国呢 就解除了这个世首啦 那之后又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 当时还有一个呢 在金国旁边还有一个 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呢 就是西夏 西夏呢 原本和金国两个呢 就是两面夹攻着这个蒙古的 那所以呢 在真正攻陷金国之前呢 其实蒙古呢 已经对这个西夏多次用兵 令到这个西夏呢 已经苦手清臣于蒙古的了 那最后呢 是去到1226年呢 亦都是成吉思汗 就是过世之前的一年呢 最后一场战斗呢 就是因为当时西夏呢 就不帮这个蒙古一起攻这个金国 那所以呢 就作为惩罚他 于是成吉思汗1226年呢 就灭了这个西夏 那西夏在哪呢 其实就是今时今日呢 灵夏湖族自治区 是的 那里就是以前的西夏 OK 那那 成吉思汗呢 其实就1227年的时候过世了 那他本身呢 揮夏呢 就是他本身有四个儿子的 那四个儿子都很有故事的 第一个儿子呢 就叫做朔赤 那朔赤呢 本身呢 这个名字呢 在蒙古语里面呢 其实就是解客人的意思 就是外来人的人客的意思 那为什么叫客人呢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刚才一开始说呢 他老婆被人抢走了 那当我救回他老婆的时候呢 听闻他老婆已经有了新人了 那所以呢 可能不是他 有机会不是他 那所以这个朔赤呢 当时成吉思汗呢 就曾经对他有些疑心 那但是朔赤呢 就英年早逝的 那第二个儿子呢 就拆合台 那拆合台呢 后来呢 就去了主要在中亚地区 那第三个儿子呢 就是窩闊台 那第四个儿子呢 就是拖雷 那拖雷呢 就跟我们历史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有关系的 你刚才说的 他就是忽必烈的爸爸了 OK 就是成吉思汗 第四个儿子呢 就是拖雷 拖雷的第二儿子呢 就是忽必烈了 OK 所以当时呢 他本身呢 这个拖雷呢 就负责了故土的 因为他蒙古有个传统呢 就是故土是留给一个小儿子的 而另外那三个去到哪儿呢 就是我们说整个元朝 应该说整个蒙古帝国呢 攻陷最远的地方呢 去到哪儿呢 去到欧洲 去到李海 没错 OK 就去到欧洲 那当时他是怎么打过去的呢 其实呢 当时成吉思汗建立了国家之后呢 就派了一对商队呢 就一个对庞大的商队呢 就去到中亚的一个地方呢 叫做花辣子墓 那那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那中亚的地方 那去到那儿呢 但是很可惜呢 第二年呢 就发觉他这个整个商队呢 就无端端被这个花辣子墓的官员呢 嗯 刺杀 就是做生意而已 所以呢 成吉思汗呢 就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呢 就打去中亚 那打去中亚的过程呢 就是基本上呢 就遇人杀人 遇佛杀佛 被攻陷的城市 那里的人民的下场都是被屠杀 被屠杀 所以呢 有个说法呢 就说成吉思汗是一个种族的屠杀 种族的灭绝者 那 当时他打去哪里呢 南边呢 最远呢 是去到印度河流域 而西边呢 最远呢 是去到刚才我说的 李海的西南岸 就是大概去到今时今日的伊朗的位置了 那至于刚才说到呢 那我们中原的地方是怎样攻下来呢 就是最后我们的宋朝是怎样灭亡呢 当时呢 就是去到呢 这个成吉思汗已经过了身了 那由他的儿子呢 倭阔台攻陷了这个金国之后呢 那其实呢 当时还有个南宋的嘛 我们 我们已经去到南宋的时期了 那南宋的时期呢 就是由倭阔台的养子 亦都是阿托雷的长子 就是蒙哥呢 就是和阿托雷两条队呢 一边呢 就是西边进击 一边是东边进击 那最后呢 就是攻陷我们这个宋朝的 那当中阿托雷哥就在这个 攻陷宋朝的钓鱼城 钓鱼城之役的呢 就中箭身亡了 那所以阿托雷呢 就回到这个大都那里 抢了帝位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的元朝呢 以中国为 就是我们中原为一个核心的元朝呢 其实第一个我们成的皇帝呢 就是说的 就是伏别裂了 整个蒙古帝国呢 其实除了我们元朝之外呢 就还有几大的汉国的 而整个蒙古汉国呢 其实去到伏别裂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分裂了 那而之前呢 其实呢就建立了四大汉国 就包括了倭阔台 拆合台 伊仪汉国 和这个坎策汉国 那四个汉国 所以整个这个蒙古帝国的面积呢 是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呢 是最大的 那元朝是哪个呢 元朝就是属于忽必裂的 元朝呢 当时去到忽必裂做皇帝的时候呢 其实蒙古就已经开始四分裂 就是分开了几个地方呢 就已经是 没有一个直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联系 那他们自己 因为本身呢 就是一代就亲了 就是成吉思汗就是最大的一个 那接着他生了四个儿子 那就分别去了不同地方了 那而他的儿子又生下一代了 那又开始分开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呢 接着下来呢 就那个关系就开始越来越疏源 那而最后就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就灭亡了 那元朝呢 就九十几年就灭亡了 但是元朝 但是整个蒙古帝国呢 那整个蒙古帝国呢 有一些呢 就迟过元朝才灭亡的 不过那些就不在外中国历史当中了 因为那些其实他们已经去了中亚了 有些是被这个俄罗斯公国呢 是所灭的 那后面那些就 我们都没有很详细去说了 好像印度的太基灵呢 都是蒙古人起的 是啊 那些都是属于 就是刚才说 我去到印度河流 都是曾经落入蒙古帝国的范围当中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他们的遗迹 嗯 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那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有趣的中国历史 记得喜欢我们的影片的 就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下次见 拜拜